五个公开是爱詹姆斯的女明星 杜兰特哭晕在厕所 第五位 斯嘉丽·约翰逊 曾有记者提问最喜欢的NBA球员 斯嘉丽表示他最喜欢的球员是勒布朗·詹姆斯 在他看来 詹姆斯才是联盟里唯一的斗士 注意这个唯一 可把阿杜气惨了 毕竟阿杜想喝斯嘉丽的洗澡水已经人尽皆知 人家不仅懒得搭理他 还反手说詹姆斯是唯一的斗士 或许选择加入勇士对抗詹姆斯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第四位 巴巴多斯的民族英雄雷哈娜 要说詹姆的头号女粉 雷哈娜应该当人不让 其他女星对詹姆或许更多的是欣赏 雷哈娜却不是 就像杜兰特吐槽的那样 她根本不懂篮球 她就是单纯的喜欢詹姆斯吧 雷哈娜一有机会就会公开示爱詹姆斯 我希望能嫁给詹姆斯当妻子 但如果她真的答应要娶我 我会非常看不起她 可见其崇拜程度 第三位 美国超谋艾米莉 曾被评为全球男人最向往的女神Top3 同样人气不输给詹姆斯的顶级巨星 跟雷哈娜一样 她也是不懂篮球 单纯的喜欢詹姆斯而已 第二位 金卡代山和妹妹肯达尔詹娜 金卡代山早期找过不少NBA球员当男朋友 作为联盟头牌 詹姆斯也是金卡代山的目标之一 万一真成了 卡代山家族的话题性直接拉满 作为金卡代山的妹妹 詹娜也称起了NBA最佳防守家族的称号 27岁就已经收集了一套 全明星级别的前男友阵容 曾有一张詹娜看着詹姆斯流口水的照片爆火 詹娜的母亲后来证实了这件事 第一位 国际流行天后 碧昂斯 詹姆斯最大牌的粉丝之一 结婚后 依旧不避讳对詹姆斯的喜爱 带着老公去现场看詹姆斯比赛 还在场边说 悄悄话 老公在旁边显得有些尴尬 据不完全统计有超过70%的 NBA球员有过劈腿行为 詹姆斯作为历史最伟大球员之一